老卡出来剁猎来了 完了 今天有两千多血诊 咋办呢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太累了 别整了 十二个挺好 一打 还不错喽 我得减点体重 当年二十多个 以前二十多个呢 我觉得 初中考高中的是二十多个 初中考高中啊 有体育吗 对咱有引体向上 我也做了好像 你能做一个 咱好像有一个撇千球 和引体向上选一个 不对 咱那有选项吗 是有选项 对 就引体向上 和千球选一个 我可能选的千球 我引体向上没做了 有几个选项 是 我可我的 我那时候 引体向上 我高中时候 体重轻了 大概一百一二十 越轻越容易做 你引体向上肯定做啊 引体向上 我当时就是拽绳 不用讲话了 咱那学校不就有 顺势一个大粗食 对 那瘦它就容易上 当时双杠 实际大帆腕 小帆腕 我都能做 哎 背脊 看看 但是这么做吧 因为它是二头肌借力 越宽的话越难 宽的不行 宽的是背阔 背阔的 给你打完疫苗 胳膊不疼 怎么这么做 还好 不行了 没劲了 也就12个了 我这还能做两三次 哎 真不行 我看他们的 我看那游泳游的女的 应该是台湾的吧 嗯 那个男的 玩的照一个女的玩 一分钟做了22个 23个 哎呦 太有劲了 它可以停 但是它第一次 就做了134个 嗯 我停了之后 就是一分钟做 我都做不了 嗯 这还行 不行 我老了 不服老不行啊 年龄在这摆着 你还在那儿闲的吗 检查身体没啥事吗 嗯 有一个护士 那个女的 嗯 他说 哎呦 我全是中国人 我看 他说都说中国话 我这个没啥事 我就跟他说 你还等那个做新天通话 嗯 我说我这个膝盖 那踢球 嗯 就问 正平常走都没啥事 一踢球 就是急转向什么的 就是 嗯 不行 他说 这个一个是 我说我已经照相了 没啥事 嗯 他说这个挺复杂 就是 印带啊 什么的 那个 就是什么叫 什么 翻越板 乱七八糟的 而且 那个 印带吧 它撕裂之后吧 它能长好点吧 但是 也不能完全 恢复得很好 嗯 所以说平常就得补点盖 对 我就说你补点盖 我是那个 我补的是 就是 补胶原 不一定行 对 补胶原和成人的微正素 里面涵盖 嗯 他说还有一个就是 锻炼 其实最主要原因 就是肌肉不行 对 是 对对对 那肯定是肌肉 你要肌肉强健的话 就它就没啥事 嗯 所以说我还得练练腿 嗯 练腿呀 他说主要是 就是 肌四头肌 这个 最前面的这些 这个四条肌肉嘛 嗯 要是强健了之后 对 肌肉不行 就是 肌肉力量不行 人一到老了 他肌肉 他就比较泻 不是 人到老了 自然肌肉的力量 就下去了 你不可能保持 年轻那种力量 但是你一个是 其实方法就是 增加肌肉的锻炼 保持这个肌肉 还比较强壮 还有一个呢 就是 是减重 嗯 那也不能减太重了 嗯 还有你约前75公斤 那你减到70 他相当来说就好了一些 现在的这么打疫苗 还这么多人确诊 这都没办法 没办法啊 哎呦 太牛了 九个 十个 行了 哎呦 我的妈 你真行 挺厉害 我是不行啊 怪不得你那么有劲儿 可能是跟剁链有关 拿着 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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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